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小姐你好 各位听众晚安 今天新逢礼拜五 在今天呢我们就要来做一个美国股市一个礼拜的总结 今天是2016年的4月8号 在今天呢特别要提醒如果您的property tax还没有付 请不要忘记了 stamp的date呢当然就是在明天啦 明天就是4月9号 但是流着泪也要把这个property tax要还 因为至少您是有产阶级嘛 好的 撇开了这个不说 我们今天还是要谈一谈这个非常离奇 非常古怪的美国的总统选举 当然我们首先 年博士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当日的美股成绩 再加上一个礼拜的成绩 今天一天啊 美国的股市是变化非常小的 昨天前天都是下跌的 今天标普500 manage在上涨了1.36点做收 收在2043.27 但是一个礼拜下跌了1.42% 道琼斯上涨1.75 今天一天是收在17543.71 一个礼拜的跌幅是1.4% 纳斯达克今天下跌了7.32点 收4841.05 一个礼拜下跌1.5% 对不起 Russell 2000 小涨了1.68 收1094.47 但是一个礼拜下跌了2.08% 道琼斯20支的transportation 一天上涨了68.59 收7721.42 但是一个礼拜也是下跌了2.11% 我们从这个一天和一个礼拜的感觉 然后现在马上就要开始来报第一季度的业绩了 这个现在的跟股市有直接关系的就是看到这些迷思 迷思之一是联储局的央行的行长 以及其他的行员们在对公开讲话口径完全不一致 造成大家不知道他们在总体投票以后到底是要涨利息 还是稳住比较鸽派的不大涨利息 严谋士先谈谈利率吧 对 因为今年我们不是提过这个三只黑千额吗 三只黑千额利率是其中之一 对就是FED还有这个油价 当然就是这个commodity的问题 还有中国的问题 那这个三只黑千额可能已经变成白千额了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interest上面 从FED方面 尤其上一次开会还有他的manage出来 就业人来讲是非常鸽派的 所以这个事情不管是鸽还是鸽 就是说今年主宰这个市场走向的 除了政治以外 我想就是FED的interest policy 那既然它是最重要 我就稍微讲一下这个FED的事情 FED它一直说 大家几年来一直说他们不太公开 所以他们就说OK要公开透明 那公开透明它就就开始有了这个 每一季结束的一个这个记者会 然后接下来就是它有所谓的这个 Dubplot的这个program 也就是说它公布inflation 它的预测 还有这个粒粒的一个预测 它都公布出来了 然后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就是说这个让下面的分行的 这一个行长对外面讲话 一直讲话没关系 那现在就问题出来了 虽然公开透明 但是呢 像Saint Louis Kansas City San Francisco 那边的行长出来 最近出来的讲话呢 都是比较阴派的 那耶伦又是他的statement 又是非常 大家就confused 所以好多这个analyst 说你们最好就不要讲话了 所以有这个看法 但是我认为 虽然是这个committee有十个人 然后事实上是耶伦是当头的 他们很少说什么五票五票五票的啦 所以还是还是看看耶伦 那耶伦现在的态度是 是怎么样 非常非常隔败啦 他谈到global risk 那还有还要谈到说 他最重要 为什么市场最近那么兴奋呢 也就是说他所谓的overshoot 也就是说他 他说他要控制inflation在两个percent之内 但是他也希望说 让他overshoot 让他过二到三都没关系 然后我们再来调整 哇这个事实上 market最高兴的就是这一句话 所以我觉得耶伦对市场相当好 有他的价值的话呢 我们市场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嗯好 那所以耶伦至少是跟华尔街站在一块的 跟投资人也是站在一起的 并且他对于全球global risk 还有对于美国的经济 还有中国的经济等等 他是比较在空的方面看的比较多 所以如果是由他一个人来做主的话 美国的短期的利息可能不会涨得那么多 应该是不会涨 因为他提到global risk 然后他不是meeting 而是有一次上个礼拜是在这一个会议上 一个club的会议上 他讲的话非常重要 他提到三次中国 所以他也是对中国相当好的 看中国的情形 看世界的global risk 我想如果他的话呢 今年可能最多再涨一次也就太多了 嗯OK 好 那么我们就已经把联储局的短期的利息的这个问题 先已经提到了 给大家心里面下一个定心丸 Earning马上就要开始了 哇第一季度的业绩的estimate的确是不大好 可是这是一贯公司的CEO 对外面发放的一些小把戏 他就是希望业绩真正出来了以后 又beat estimate 而股票的价值又会上涨 这个能不能欺骗到我们投资人呢 对刚刚说到Fed Fed对市场friendly没错 那现在就两个因素了 就是政治因素 就是美国选取的因素 还有这个earning earning一直在调降的 从年初 事实上从八个月前就开始一路降降降降 一直调降 调到现在呢 是S&P500的earning 今年2016年是120块钱 所以慢慢调降 那我们下个礼拜开始重头戏 我们知道礼拜一 Aft market以后 这个AA会报earning 所以主要看 Alcoa又出来了 Alcoa 这个是相当重要的 以前是Dow Stock 那接下来呢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Bank America 还有City Corp JP Morgan West Fargo全在下个礼拜要出来 我们知道等一下 最后我们谈一下这个sector来分析一下 Finance如果没好的话呢 这个Market走不到哪里去 那现在就是说Finance受到很大的压力 所以这个Finance的这个earning相当重要 那我们看一下 如果用120 我们一般你差不多一个月吧 两个月要算一下 大概我们这个Market 对earning的情况是怎么样 也就是说Learning No.1 也就是说所谓的PE 我们如果用120块来算的话呢 我们把它乘以16 16就是theory value 这个value非常好 76 对 对我们如果用120乘以16 那就1920 大概就是二月中左右那个价位 就是S&P要在1920 那我们把它标高的 我们就超过18就是over value了 那我们用120乘以18的话 就是2160 那如果这样的话呢 那我们Market会跑到2160 是没问题 2160 现在是2043 对 那我们现在是多少呢 2043 我们用2050来算 那除以120 现在PE是17 所以也不是太便宜 那也不是超贵 OK 这是Basean 120块 万一呢 这一次season报完了 说我们201 就没120 只有115块 那又Gifian story 我们怕的就是这个 嗯 Yeah OK 好的 所以Earning的Outlook Earning的Outlook也讲完了以后呢 我们要从现在的点数来看一下 整个的股市到底是成什么不平衡的状况 那首先我们看到标普500 现在是2043 道琼斯是17543 纳斯达克表现的稍微弱一点是4841 待会呢 我们还是要请颜博士来跟我们讲一下Russell 2000 1094 还有Dal 20这个交通股 然后再加上黄金啦 石油啦 等等 都给我们从Technical的Speaking来看一下 好的 我们这个S&P 事实上我们是八个月来 这个S&P根本没走到哪里去 上上下下 非常惊人 Russell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短期八个月 走不到哪里去 事实上你再拉长一点的话 这两年市场也没走到哪里去 两年就从2014年吗 对 大概就是这样子 我们创了新高 然后事实上从这个去年五月的新高 然后再往前半年一年算的话 事实上你看这个都在一个Range里面 那现在是怎么样 因为市场基本上指数不会说死亡交叉 黄金交叉 这样跳过来跳过去的 所以甚至Volatile 我们如果从去年八月好了 去年八月不是因为中国的问题 它变成死亡交叉 形成一个W 然后上来 然后到11月12月的时候 又出现一个黄金交叉 去年年底又一个死亡交叉 那今天S&P这个平均线大概在200 也就是说将近马上要形成 如果Market再好一点的话呢 那就又黄金交叉了 所以Market是相当Volatile的 那好消息是这样子 好消息我们看到 道表现也不错 道也是一样 事实上如果仔细看图的话 他黄金交叉已经在这一两个礼拜行程 所以从这两方面 这两个主要的指数来看的话 也就是说在这个节股眼 我们认为说Market还是往上的一个趋势 如果是看趋势的话 他应该是往上 图表看是往上 对 他的动力是往上走的 现在可以这么说 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我们知道 不管S&P还是刀用时 我们在这一次一二月的这个Slam的时候 形成一个W 所以有两个底 那刀穿体呢 刀穿体他来不及做右边那个W那个底 就一路冲上去了 也就是说造就我们这一两个月市场的涨阳 所以跟Fundamental也可以配合 所以我认为在这一段时间呢 事实上很多issue在 我们现在就变成只能看technical 因为Fundamental我们都很清楚 也就是说EVO都出来了 那前面我们看不到的 想不到的东西呢 这个technical会告诉我们 所以大家对technical有兴趣 这一个节骨也应该要去review这一个东西 那我再提一下 也就是说这个在四月底的时候 我们开始sell in May 我们希望四月底 要过去半年都涨的话 我提过这个数字 刀降手要17662 然后S&P要2079 我们希望没多少时间了 希望这两个指数能翻到那上面去 那也就是说这好的半年是好 那我们就又稳定一下 心情又稳定一下 OK 所以要记住在四月底的时候 还有道琼斯的17662 还有标普500的2079 好我们 我们暂时休息一下 回来以后再讨论其他重要的话题 比如说sector的分析 再加上美国的总统大选 马上回来 不要走开 中文投资网将在四月十六号周六下午 一点半至三点半 举办免费股票投资讲座 三位嘉宾三个主题 温软王 成功投资美股并不难 如何高成功率低息高抛 Richard王 对期货认知的正确观念 形态分析的趋势预测功能 Gary Potkin 股市之外的种种投资机遇 多元投资理念 报名电话800-958-8561 888-631-5510 春暖花开 老赵川菜馆 蒙重推出四川新派菜式 老妈提花汤 夫妻废片 江湖水煮鱼 摩浴烧鸭 羊肉香锅 小椒牛肉丝 香脆锅巴虾 育儿烧土鸡 老赵川菜馆 道地实惠 三同四友相聚 老赵川菜馆 让您意犹未尽 赞不绝口 老赵川菜馆 位于山景城 Mashe Boulevard 400号 定位电话 650-262-9728 650-262-9728 负利息是否停止了呢 请听周乐详谈 2016年 影响美国股市的 三只黑天鹅 威威道来 全选易懂 张东豪博士 精辟探讨 股票投资 三种可能性 一定成功 可能成功 或一定失败 自己挑选成与败 整形医师Dr.Jane 畅谈东方人面孔 为整眼鼻下巴 双颊 及提高皮肤水嫩度的 高度可塑性 请于本周六晚七点半 准时收看 娱乐漫谈 好消息 好消息 房贷利率又降了 超过62万5的 Jumble Loan 30年固定3.5 新EARM 2.875 5EARM 2.625 来寻请找资深贷款专家张力 张力毕业于 清华大学金融本科 精明干练 稳重可靠 请电408-315-9470 408-315-9470 或Email Li at LijangCorp.com L-E-E at L-E-E Z-H-A-N-G Z-O-R-P.com 20% bonus 20%红利 Yes Yes That's right 没有清楚 从现在至4月18号前 您可以马上Roll over 本应的401K I-R-A 403B TSP 甚至偏选 今天已经过到 保险理财权位 到此闻 三明秋的每费电话 1888-746-6688 1888-746-6688 完全实际上好 协助大家安排 你的Roll over 或者上网 Simon888.com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严继琳博士您好 大家好 晚安 现在已经是4月8号了 通常的4月 美国的股市成绩如何 对 4月8号了 我们剩下没太多的时间 一般来讲 4月份在道里面 排名是No.1 所以 所以这个 可能对 这个所谓的 4-1K方面 这个资金进来 也有关系 那S&P也不错 也排在第三 Nestate比较弱一点 排在第四名 所以一般来看 Overall 这个4月份 前半部好 后半部比较差一点 那前半部大概就我们 所谓的前半部 大概4月15 4月15号 然后完了以后 大概就会stop一下 诶 差一句话 你 周小姐 你知道今年报税 截止日期吗 4月18 诶 为什么 你知道吗 不太清楚 不太清楚 是因为我们 我们DC的关系 因为4月15号 截止 然后4月16号 是所谓 黑奴解放日 也就是说 林肯在4月16号 要签署这个黑奴解放 所以 所以 对 所以 礼拜六 就变成在礼拜六 那礼拜六的话 他就补价到礼拜一 所以 DC 只有这一个地方 DC 礼拜一是假日 所以我们的 tax就不是 4月15 就变成18 OK 这是 题外 题外话 Anyway 4月份 前半好 后半差 就是 一直都是这样 过去10年 这个4月份 没有跌过 而且涨幅 都是2.8个percent 所以我们希望 4月剩下的日子 到三个礼拜 赶快去run 把这个到 让它超过17663 那S&P能够超过2079 那看起来可能性也有啦 因为 最近 当然这几天 market 这个礼拜 market slam 那是很正常的嘛 你2月份 一路冲上来 冲了将近两个月 那回调 回调下来 然后再走 这是很正常的 所以 偶尔来讲 4月份没事 5月份 我们sell in May 我们再看看 需不需要sell in May 还是by in May 今年 可能by in May 也说不定 谢谢 严博士给我们分析 2016年4月市场的情况 当然还是很有逻辑的 很有科学的 就是要看到 4月底 几个指数 达到什么点位 来给我们做一个 evaluation 接着我们就要来看sector了 这个sector最近是 生化股表现得不错 黄金股也表现得不错 那么就这两个sector来继续发挥 对 我们一般来讲 十个sector 但是因为油 我们刚刚提到是 今年天额的一支 所以油价我们也看看 油价我们现在是 是这样子的 这个纽约原油的 这个Sweet Crude 这一个原油 现在从图形看起来 它是在前面过去几个月 有两次接近26块 造底以后 它出来破了坚线 一路化过40块钱 那现在降下来 前个礼拜碰到35又反弹 所以那个颈线 我们认为说 它意义相当大 也就是说 油价应该可以守在35 35 你看最近碰到35 又跳上来 那今天又涨了 两块多 6个percent 所以我想油价 就在这里止住了 所以油价看好 所以我们刚刚讲 这个油价这一支 天额黑的变白的 也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一个WD 然后简线上去了 OK这是油价 那房金大概会 start在这里 因为美元 可能现在美元 你看美元指数 是死亡交叉的 所以如果这个情况 它如果破94的话 就一路往下 那这个就是 Yeren Darwish的一个功劳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黄金不会坏到哪里去 但是要充的动力 它还是没有 因为没有inflation 政治上 国际政治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所以这个黄金 可能会start在这里 所以黄金也是 缺乏上涨的动力 对 缺乏上涨的动力 所以黄金也是要有一个 适合于耐心的投资者 所以黄金美元 石油大概是这样子 那我们讲十个sector好了 十个sector 我们每次提都提过 我们一定要看 XLEF跟K 也就是说 Energy Finance Tech 那我们知道Energy 因为石油的关系 所以它还是锁在下面 这个Finance 比较让人 disappointed 因为它也是 跟Energy一样 它就被锁在 200天平均线下 上不来 所以没有这个动力的话 我们这个部 继续冲的动能 就有限 所以要看 XLEFK 还好 K在New High 接近在 在New High的上面 也就是说 有Technology 三头马车 有一头还在 还在带头的 可是这个 纳什达克的指数 表现的 却没有 道琼斯 和彪普 这是因为过去 八个月来 Risk On Risk Off 这个情况造成的 所以它必须追 它必须要追 我们看着办 我是认为 它会追上来的 那当然接下来 我们就看SLB 就是这个Material Material好了 Material准备 房金交叉了 还有Industry Industry已经 房金交叉了 所以这也是 这也是 Good News 然后我们再来看 这个XLP 也就是说 Consumer Stable 这恰非常好 非常Healthy的恰 那这个Consumer 这个Discretionary 也是刚刚 黄金交叉 就是所谓的XLY 这个刚刚黄金交叉 那三个Defense 也是非常好 三个Defense 就是SLU 它在New High 然后这个XLV Healthcare 它也在平均线之上 那IYZ 也就是说 所谓的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它也是房金交叉 所以在Overall看来 我们记住 千万记住一句话 也就是说 这个Sector 有在Rotation 就是Sector 有好 有坏 有中等 在这个情况之下 这是一个Bull Market的特色 所以我敢确定说 这条Bull还活得好好的 如果说全部 十个Sector 全部Slam的话 那可能 可能就是 这个 我们已经进入Bare 那现在没有 你Market 说过去八个月 过去两年 走不到哪里去 可是Sector它在动 所以我们现在有好的 有坏的 有中等的Bull还在走 可是2016年的股市 到底要怎么玩得赚呢 不好玩 因为它只要在那边 不太动的话 你就是变成 要非常Nimble 那一般投资人 我是建议 我可能下一次 再讲这一个 就是说 有Dividend Growth Company 这些 这些一般人 应该去 获得这些股票 好 现在我们用最后的时间 来讲一讲 美国总统选举 很多国家的元首 看到奥巴马的时候 都说 你们美国怎么回事 闹得这么厉害 就是一个 国家领首之尊 都已经把这个美国选举 拿出来 当众跟美国的总统 在询问了 看看他怎么说 您怎么说 对 这个我们最后总结 就是这样子 这个天鹅呢 没有问题 那三支天鹅都没有问题 那现在 我们有不定因素 不定因素 就是我们刚刚 Nim提过的 如果Nim一直调降 而且情况不太好的话 影响市场 然后第二个不定因素呢 uncertainty呢 就是美国的大选 那美国的大选 民主党那边 大概没事 大概就是Hillary出来 不管你喜不喜欢他 Hillary一定在 民主党那边出来 在共和党这边 可能有点麻烦 因为现在看起来 我给他计算过 川普要拿到 在7月18号 convention的时候 要拿到超过 1237票 我觉得他现在有困难了 尤其他在 前几天礼拜二 他在威斯康辛输得很惨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要拿到1237 可能有问题了 那现在就出现 美国很少出现的 一个事情 就是所谓 contested convention 那时候呢 第一轮投票 川普没有拿到1237 OK 那会变成怎么样 contest 每个人都可以出来 出来说我要选 那时候就Cruz 任何人 甚至于Bush 也可以出来 Congress Speaker Ryan也可以出来 任何阿狗 阿猫 你都可以出来 当然他们有规则 但是在前24小时 他都可以变的 所以可以说 共和党那些official 他就可以 可以在这里面 定立一个规则 然后像Jet Bush 甚至于都可以出来 任何一个 征照任何人 都出来 那就contest 然后投票 看谁 所以这个不定因素 Market还是会 watch他 因为你哪一个人出身 他对Market 对这个国际经济 对贸易 影响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就是 今年不定因素 就是 而你是不是继续下跌 第二个就是 政治 Politic的问题 美国大选问题 嗯 呀 哇 所以越来越接近 11月了 那你觉得 我们的这个 联储局的主席 是不是也是 闻着这个 政治的风向球 也希望能够 把美国的经济 保持在比较安稳的 现状呢 呃对 耶人他在这方面 我认为 他做的相当好 他看到全世界 那上一次 meeting的时候 他也提到 三次中国 所以他问题 看出来了 呃 那他希望 能够让 investor兴奋 他 Stamina讲 讲得很清楚 我让 inflation overshoot 然后让 告诉这个 investor说 我们的经济 相当好 所以 invest 所以inflation 才会 overshoot 才会超过 二 那时候我们再来调整 所以他是非常friendly的 的一个 Federal Reserve 的Chairman 所以我认为 他在这个方面 他会保护市场的 好的 中国那边也不会出事的 你觉得 会软着陆 软着陆的定义就是 他们的经济 或者是公司的 巨额的债务 一切都在政府的 可以掌控之中 对 就是不要抱 债务危机 所以我们今年 就是说 中国不出事 然后美国温和的 这个 回春 那就好了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对于2016年 最美好的一个希望了 非常感谢严博士 严博士 祝你晚安 周末愉快 我们下次再谈 拜拜 各位晚安 拜拜 拜拜 听众朋友 在这个阶段的节目结束之后 还有两段的访谈 非常精彩 同时要提醒大家 在礼拜六 也就是4月9号 7点半的娱乐漫谈 我将要访问 这位从南韩来的 一位女的整形医师 她叫Dr. Jane Chong 这次要讲的呢 是关于 Otherapy 这个就是 用极度的 生泼的拉皮 这个技术呢 就是non-invasive 同时呢 是没有看到刀子 也没有看到流血 并且只要做一次 就可以达到理想的目的 这个是非常兴奋的一个话题 因为现在 不管男女老少 都非常注意自己的容貌 在自己的职场啦 Love life啦 还有在交友社交圈 都是可以得到人家的喜欢的 还有就是访问张东豪博士 同时我也有自己的一段 论述来评论 世界的十大危机 以及美国的三只黑天鹅 接着我们继续收听 我们今天的访谈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纽约人寿城城 保险金融销售代表 无需销售经验 一共培训课程 合格者有职生经理机会 及多种福利 有益者请致电戴安娜 408666-8116 408666-8116 或电邮履历至 dongft.nyuyorklife.com 纽约人寿机会 网将在4月16号周六下午 一点半至三点半 举算免费股票投资讲座 三位嘉宾三个主题 沃润王 成功投资美股并不难 如何高成功率低息 高抛 Richard王 对期货认知的正确观念 形态分析的趋势预测功能 Berry Popkin 股市之外的种种投资机遇 多元投资理念 报名电话 800-958-8561-888-631-5510 Transpacific 泛亚财务保险公司 是全美华人最大的 受限于年金的 General Agency 北加州 现有Thremont 及San Jose Office外 第三家 也于San Mattel 正式开张 全美已有11家分公司 带领超过40家 知名保险公司 并有1500名 保险经纪人 为客户挑选 最适合的 保险及年金产品 有专业培训 及Back Office support 欢迎保险经纪 加入我们的行列 Transpacific 受限于年金的专家 春晚花开 老赵春菜馆 隆重推出四川新派菜式 老妈提花汤 初期碎片 江湖水煮鱼 摩浴烧鸭 羊肉香锅 小椒牛肉丝 香脆锅巴虾 育儿烧土鸡 老赵春菜馆 到地实惠 三棚四友 相聚老赵春菜馆 让您意犹未尽 赞不绝口 老赵春菜馆 位于川景城 Mathepulva 400号 电位电话 650-262-9728 650-262-9728 欢迎收听江里蕾理财时间 听我两分钟 终生不后悔 投资报酬与风险 不只是相对的概念 本质上也是纯齿相依 世上没有白痴的武昌 想要多少报酬 就得冒多少风险 但聪明的投资人 与一般投资人的差别 在于不只懂这道理 更敢于主动冒聪明的险 积极在风险中 寻找最好的投资机会 不论是日常生活 还是投资世界 风险无所不在 光看我们如何去面对它 处理它 我们如果在不确定中 变勇敢 拥抱风险背后的机会 令人生更丰富精彩 资产管理更顺利 对很多人来说 财富管理和财务规划 是非常复杂的 这不仅是关于产品 买什么 卖什么 相反的 它是个过程 涉及在各个不同的人生阶段 用来达到你的财务目标 我们华人社区是 如实拓付于 细股和美国整体的经济崛起 很多华人在事业上 做得很好 一路上 你提财富 我们终于可以有 很大的退休计划 和其他资产 也许不知道 如何有效的 处理退休理财 而最近在湾区 也有很多广告 销售红利年金 10 15 20 的开户红利年金 很多人对年金的认识 是非常肤浅 怎么会这样 一些 受险代理人 故意混合 二至三个不同 和无关的年金 在一个30秒 广告里 以进一步 混淆听众 难怪听的人 也会非常困惑 又动心 以为自己所买的 这些年金 跟想象中的一样 也许 你需要知道 你所接触的财务顾问 只是一个受险代理人 而不是既有受险 和正准双执照 如果他们是双执照的话 那么你就不会看到 或听到 三个不同的产品 混入一个30秒广告里 因为法律严格要求 必须详细说明 在广告里送送送 开户就送 10 甚至20的红利 真是这样的吗 红利送到哪里 可以意识性取出来吗 你终身的积蓄投进去 10年内 又能拿回多少本金 投入这些复杂年金以前 务必寻求 第二 第三咨询 我是理财顾问 Daniel雷 请问两分钟 终身不后悔 以我们联络 电话408-329-7549 408-329-7549 408-329-7549 Maxfield Cuvertino 汇聚湾区房地产贷款精英 众多银行最佳利率 Direct Lander 快速变结 互助文化 专业诚信 地产贷款并重 欲满湾区 强大的Long Processor 帮您解决贷款问题 最佳的Manager 带您走向成功之路 加入Maxfield 您信心的保证 请置电 Villa王 408-307-5056 408-307-5056 纽约人寿城城保险金融销售代表 无需销售经验 提供培训课程 合格者有提升经理机会 及多种福利 有益者请置电 戴安娜 408-666-8116 408-666-8116 或间有履历至 ddongft.newyorklife.com 纽约人寿是机会军等部组 您现在收听的是 西湖华人电台 FM96.1 关系历史最久 收听率最高的 华语广播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 大家晚安 这里是矽谷华人电台 空中医疗站的单元 让我们来欢迎 今天的医生 他是徐安林医学博士 徐医师你好 周乐你好 大家好 我们居住在美国的人 现在听我们的节目 不要以为我们讲的是 花粉过敏 与我无关 这个体质会改变 什么时候就跟自己有关了 但是如果有敏感的朋友 也许会觉得 2016年一开春以来 好像这个症状 更比以前严重了 对呀 那这个根据 有一个很科学的测试 就是花粉监测站 就是在徐医师的诊所里面 就有这么一个花粉监测站 有一些数字可以告诉我们 为什么觉得今年的花粉特别厉害 对 我们的花粉监测站 其实每个周末 我们这是完全义务的 每个周末都会观测 24小时的这个 在湾区的这个花粉浓度 我们的监测站 事实上在Mountainview Los Altos这块地方 所以非常local的 那今年的花粉监测站上面 我们看到的监测到的数字 比往年同样时期 都要高 至少过去两年 那比如说我们上个周末 才看到的这个花粉 树花花粉已经录到 754颗每立方米 就是在空气当中的浓度 那这个数字 跟以前的数字相比 是什么一个高的程度呢 这样说吧 这个周末我们过去的 2014年和2015年 在最高的时候 花粉最高的时候 都没有超过350颗每立方米 Double 现在是超过Double了 对 超过Double 那怪不得 稍微有一点敏感的人 就会觉得今年的更严重 有在吃药的人 觉得药也没用了 有些病人 有些朋友是这样的 对 的确是 那柜诊所 有没有public来publish这个数字呢 对啊 我们确实是publish这个数字的 其实我们诊所有一个网站 叫www.sballergy.com sb然后是allergy.com Southbay Southbay 就点进去了以后 你就可以看到 同时我们 也是义务的交给这个 就是在湾区的 Mercury News 和Channel 11 News 这个电视和报纸 我们交给他 同时我们上报给 美国国民总署 我们每个礼拜 每个礼拜 报出来的这个数字 所以大家知道了 这个网站以后 知道这个数字 是每一个星期 都refresh一次 对 也可以把这个数字 来关注一下 跟自己的 跟自己的症状 就有一个正面的 看天气预报一样 看看这个花粉的预报 哇 好 现在我一看到 那个花不停地落下来 心里就说 糟了 怎么花粉很多 就会直接联想到 是过敏的问题 我们在上次的节目中 徐医师就提到过 几种花粉过敏的一些 表现出来的一些症状 那今天呢 我们继续来谈一下 花粉过敏的 这个话题 好吧 好啊 好 那其实在花粉过敏 引起的一些重要的一些症状 还有病症 上次没时间提到的 其中重要的表象之一 就是哮喘 还有寻麻疹 甚至水肿和湿疹 来把这些 befinition告诉我们 好 其实我们 大家一想到花粉过敏 首先就想说 哎呀 我的眼睛好痒啊 或者我的鼻子好痒 在打喷嚏 流鼻水 鼻塞 那当然这些呢 就是过敏性的鼻炎和 结膜炎 是最常见的花粉过敏的表现 但其实这个花粉呢 可能引起身体 其他的这个器官的 病症 那最主要另外两个器官呢 一个是肺 就是会引起哮喘 另外就是一个皮肤 这都是可以直接接触到外界的东西 我们的器官 那哮喘呢 他的definition就是说 这个器官里面的一种慢性炎症 然后呢 他有的时候会被一些东西 一些诱因 把他诱发出症状来 那哮喘的主要的病症呢 这个病人就是 有的时候会咳嗽 会咳不停 那会有的时候会有喘鸣的 这个嘻嘻的这种喘鸣的声音 那还有的时候呢 就是说他会觉得凶嫩 那哮喘的这个 过敏可以是哮喘 引起炎症的成因 它也可以是诱因之一 哮喘跟气喘不同 哮喘实际上就是气喘 就是气喘 阿斯玛 对阿斯玛 那哮喘实际上 但是气喘的一个比较 医学明确的两个名字 对 所以像那个邓丽君 就是死于气喘 哮喘 对他死的是哮喘 对这个会死人的 就是一口气 没有办法连续的呼吸下去的话 对阿 你想我们 我们的人体 其实最重要的两个器官 一个是心脏 一个是肺 是 心脏不能停 肺也不能停止 对阿 你肺一停止 你的心脏就算在那边 pump你的血液 血液里面没有氧气 那几分钟之内 其实这个人的大脑啊 肾脏啊 心脏就会缺氧 他就开始 这器官就开始坏死 所以呢 大多数的哮喘病人 其实在美国是 是有很好的控制的 美国大概有差不多 两千万到四千万的 哮喘病人 但是每年呢 还有大概五六千人 因为哮喘而死亡 哎呦 真是 那这些人如果已经有就医 并且得到了 proper的治疗和诊断 他就可以不要死 大多数的人是这样的 没错 可以这么说 那花粉过敏 可以是当成是哮喘的诱因 也可以当成是原因 那么怎么样来诊断 和怎么样治疗哮喘呢 嗯 所以诊断哮喘 这哮喘是我们看的一个主要的病 我们这个科叫过敏免疫和哮喘 专科 是 那哮喘的诊断 主要有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说 根据他的症状 那这个病人就像我刚才刚讲的 可能会有气闷啊 咳嗽不止啊 或者是有喘迷因这些的症状 那他从客观的角度 就是症状 那从客观的角度来讲呢 就是用通过肺功能测试的方法 肺功能测试 肺功能 肺功能 浪 对 那肺功能测试呢 我们都有正常人 比如说大家都常常知道是肺活量 嗯 但是其实除了肺活量之外 这个肺功能 还有比如说气管的通畅程度 也是大肺功能之一 嗯 那 呃 我们在测试 笑 笑产病人的肺功能的时候 我们会看肺活量 大气管和小气管的通畅程度 主要是三个数字 嗯 那如果这个病人 呃 这个美国的这个 呃 肺科和过敏肖传科呢 他是有这个呃 一个standard 就是有一个标准 那 他是以病人的年龄 身高和性别 嗯 同样年龄身高性别的病人 他会有一个平均值 嗯 和一个range 嗯 那就是这个测试的正常范围 那如果你定义这个正常范围 他就是肺功能有问题 啊 那很多的哮喘病人 确实肺功能有问题 嗯 我在做肺的检查的时候 我就他们叫我们吹嘛 我发现我吸还OK 吹 老是比较短 吹不出来 没气可吹了 那可能是女性的一个共同的现象 嗯 不觉得有可能吧 那女性的 因为女性的这个非功能呢 她的level比起男性是要低一些的 她整个的这个range也比男性要低啊 我用力的吐 已经没气可吐了 我发现吐比吸还困难呢 那如果说徐医师如果说过敏性的哮喘 那真正的要有效的特殊的治疗方法是什么 嗯 那一般的哮喘的治疗呢 我们主要是用一些药物 那就是有吸入性的 主要以吸入性的药物为主 有平常的预防的药 还有急性发作的时候急救的药物 而过敏性哮喘在美国 大概是哮喘病人当中80% 那这些病人呢 根据她对什么东西过敏 比如说有些室内过敏员 像猫狗啊灰尘呢 我们可以做一些室内的清除 嗯 花粉就很困难了 嗯 那还有 无所不在 无所不在 那总也不能不出门 那这些病人呢 就像我以前讲过 其实脱禀治疗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有效的 打肩 打脱禀针 对 脱禀针实际上是一种育苗 它里面是全自然的 有超过100年的历史 嗯 它里面没有 基础也没有什么 其他坏的化学物质 它主要是刺激人的免疫系统 来产生 对这些花粉 有特定性的这个免疫力 所以它是一种 脱禀针呢 真的是自从访问徐医师之后 矫正了我对脱禀针 错误的看法 我不停地在讲这个 是 但是它真的是很有效 我自己都在打 嗯 那个周乐你也知道 我知道 对 对 原来如此 那花粉过敏到底是怎么样引起寻麻疹 因为寻麻疹我也有过 是 你知道这个寻麻疹的脑人的这个表象 对对 发生在下午和晚上更厉害 对对 下午和晚上甚至夜间睡着了之后 痒 痒 对 所以寻麻疹在传统上 我们认为主要是跟食物过敏有关 或者呢 是跟这个人的这个皮肤的这个 这个他的本身的这个 一种性质有关 嗯 所以有的人的皮肤就是容易得 是长寻麻疹的皮肤 明白 那我们在这之前认为 就是说跟过敏有关的部分 主要跟吃了东西 比如说吃了虾过敏啊 吃了花生过敏等等 他就会发寻麻疹 但是我现在发现呢 以前我们认为花粉跟他关系不大 嗯 但是我现在发现 我们弯区的人 也许是我们弯区的人的缘故 真的我发现在过去几年当中 越来越多我的病人 在花粉高的时候 他的寻麻疹就出来 他的寻麻疹开始有季节性 嗯 那 那我们在测试发现食物过敏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花粉的过敏就非常的厉害 嗯 那这些病人 他的寻麻就是 他的花粉 或者是被他吸入 到肺里去 到粘膜组织上 或者被他吞下去 然后他的这个过敏源吸收到血液当中去 被传到这个皮肤 就会引起寻麻疹 会不会年纪越来越大 或者自己的免疫力越来越低就容易得虚麻疹 Yes or no 我觉得不会吧 我觉得没有 没有这么讲 对 好 那我们 我觉得今天我也受益很多 这个网站大家要记住 就是www.southbay 就是sb-allergy a-l-l-e-r-g-y dot com 每个礼拜都有p-low 就是在这个礼拜 每立方米里面含有的花粉的颗粒 浓度 浓度 那在最近上个周末呢 是754 这个比2014 2015的350 已经more than double 最高的时候 350 最高的时候 好 已经超过过去两年的peak的花粉的颗粒的浓度了 如果要跟徐安林医学博士来预约的话 请有一个电话 大家记住就可以了 408-286-1707 408-286-1707 其实徐医师他有好几个office 有一个是在Sunghouse State 另外一个也是在Sunghouse State 一个是靠近Ocano Hospital 是 另外一个是靠近Good Samaritan Hospital 是的 另外一个是在Mountain View 哇 知道了你都记下来了 然后 现在有新家的一个是在Los Gatos 是 其实我们没有新家 我们是把我们Good Samaritan的那个诊所挪到Los Gatos 一个比较大的地方 大的诊所 所以在方便您自己的公司或住家方面的这些诊所呢 都可以靠一个电话号码 您可以request喜欢去哪一个诊所 来看徐医师 408-286-1707 见到了又开始打喷嚏 流鼻涕 眼睛痒 鼻子堵到睡不着觉 哮喘也发作了 找谁呢 我朋友的孩子有湿疹 皮肤又红又痒 还有严重的花生过敏 找谁呢 我最近脸上脖子长红斑 是不是防晒霜过敏呢 找南湾过敏及哮喘专家诊所的徐安林医学博士 徐医生毕业于美国皮肤堡大学医学院 在耶鲁石坦福和加大旧金山医学院深造 证为美国过敏 免疫 少传 教科学院院士 徐医生医术精湛 经验丰富 对病人温柔耐心 三河岁 Mountainview Los Gatos 三家诊所 结成服务华人社区 约约电话408-286-1707 286-1707 董燕洁 房地产经济 Keller Williams Cala Auto 董燕洁 硅谷从业14年 现有两房要卖 Sanaclara三房二玉 一千五百尺别墅 在Jams大街上 地有五千五百尺 已装修货 这皮货公司只有三英零 开价120万 还一块地在F10 虽然两年亩 要价650万 董燕洁 经验诚信 可靠认真 请这点650-867-1248 650-867-1248 DRENo.0137-923 负利息是否停止了呢 请听周乐详谈2016年 影响美国股市的三只黑天鹅 威威道来 全显易懂 张东豪博士精辟探讨 股票投资三种可能性 一定成功 可能成功 或一定失败 自己挑选成与败 整形医师Dr.Jane 畅谈东方人面孔 为整眼鼻下巴双颊 及提高皮肤水嫩度的 高度可塑性 请于本周六晚七点半 准时收看娱乐漫谈 听众朋友 欢迎回到矽谷华人电台的空中医疗站 今天访问的嘉宾 他是徐安玲医学博士 他是南湾过敏 以及校舍的专家诊所 那么徐医师你好 周安你好 刚才讲到徐麻疹 我们现在继续要讲徐麻疹这个话题 徐麻疹怎么样诊断出来 还有他特别的治疗的方式 有效可以治愈他呢 OK 那徐麻疹呢 他的诊断呢 就跟很多的皮肤病一样 他事实上是根据他的表象 就是他看出来的样子来做诊断 那徐麻疹呢 一般来说 长得像蚊子经过的小包一样 那个周乐你也知道 我的比较大 比较大 不是小包是大包 大包 那他们会有 因为他会一个枕斑会消下去 在另外一地方长出来 其实感觉上就会让人觉得 好像是在全身跑来跑去的样子 是 对 那这个呢 是因为在 还有外物跟身体接触的地方 对 比如说裤子的腰带啦 对对对 靠皮肤紧 还有带胸罩的地方啦 对对对 特别痒 到了下午晚上痒得不得了 是 所以有的时候 这个病人会觉得 这一块整个一条都肿起来这样子 他说不定还以为自己得了蛇蝉腰 哦 哦 蛇蝉腰是那个 是讲Singles 对 OK 对 那他跟Singles不一样了 Singles会一直呆在那个地方 而且他是比较痛的 先马疹是比较痒的 痒然后会窜 对 听起来蛮可怕的 看起来其实也蛮可怕的 我自己也得过 那 所以 蛇马疹的诊断呢 就是 以这个 那 那蛇马疹当中会分为两个类型的病人 一个就是说 他 没有 直接的原因 他就是皮肤 容易发蛇马疹 实际上有人的皮肤干燥 容易得失诊 那 就蛇马疹的皮肤没有 那在特定的情况下 比如说 休息不好了 工作很stress 然后呢 生病啊 感冒啊 等等 这样的情况下 他就会发出来 嗯 那 另外一种呢 能够找出原因的 是马疹病人当中 主要是有过敏引起的 过敏 对 这个过敏是食物 还是油花粉症过敏 你看 所以以前我就是 还是比较 比较一百一言 比较 比较那个教条的 这样说 蛇马疹呢 只跟食物有关 进入口内 进入血液的 才会引起蛇马疹 所以其实以前的蛇马疹病人 我只做食物过敏的测试 但是就像我讲的最近 我发现我的病人当中 尤其是孩子当中 越来越多的 在季节当中 花粉过敏 眼睛鼻子 痒得很厉害 不停地流鼻水的时候 身上也开始发蛇马疹 那我觉得 这个真的是 跟他的这个花粉有关 所以现在像这些病人 如果有季节性 我也开始做 这些环境过敏原的测试 并且啊 人体 它是有记忆的 对 真的 是 生了病才知道 他真的有记忆 如果那种 造成自己得蛇马疹的原因 重现的时候 自己就马上发觉 不对劲了 那这种蛇马疹 是不是也可以借 一种药就是脱敏症 可以take care of all 所以这个蛇马疹的治疗 从整体上来讲 那它就是要跟 它的原因有关 如果它是 不是跟过敏有关的 当然脱敏症就没有效 那这些病人呢 就是要吃一些 那个像 Claritin Zertag Alegua 这些药 控制 然后同时注意休息啊 那个不要太stress out 这样子 那另外呢 如果是跟花粉有关的病人 我们确实用脱敏症 像这些病人呢 一般来讲 就是他也有很 比较强的眼睛啊 鼻子的过敏 那本来就是应该要打脱敏症了 那我发现在这些病人当中 他的蛇马疹 会跟着一起消失 哦 OK 所以了 所以我现在一早上 跟亲人打电话的时候 打喷嚏 你看你又不穿衣服 我说不是不是 是过敏了 很时髦的 好像早上比较会打喷嚏 对 对 所以因为过敏 引起这个鼻黏膜的水肿 然后呢 早上一碰到冷空气 它本来就是处于一种水肿的状况 就算容易打喷嚏 好 听完了徐麻疹 徐麻疹的英文是什么 叫hives 哦就是hives OK 好 那现在再提到另外一种疹 湿疹 刚才提到徐医师说 皮肤干的人容易得湿疹 湿疹是什么 花粉症会引起湿疹吗 是 湿疹呢 这个名字我觉得 至少在我们湾区来讲 不太恰的 在湾区大多数得湿疹的人 是因为皮肤过干引起的 所以我觉得它应该叫干疹 对 对了 所以它呢 它是一种 跟徐麻疹不太一样 它的枕斑呢 一般是固定的 固定的在一片地方 这片地方红红痒痒 就是也是很痒 然后另外它的表皮摸上去 是毛毛糙糙的 因为 粗粗的 粗粗的 那徐麻疹 因为它是在皮下组织的地方 水肿 然后它表现出来 表皮是光滑 所以它鼓起来一块 如果徐麻疹发生在气管和肺的话 那更危险了 对 所以我们认为如果不是因为过敏引起的徐麻疹 是不会发生在气管和肺的 OK 但是因为过敏而引起 尤其是15过敏而引起的徐麻疹 它是可以伴随着这个内部器官的肿胀 包括喉咙和肺 那就是非常非常的危险 是 好 对 好 我们回来继续讲湿疹 OK 好 继续讲这个湿疹还是肝疹 那这个病斑的一般来讲 在关节的弯的地方 比如说肘弯 这个这是什么地方 手腕 手腕 对 然后膝盖的后面 脚腕的地方 然后有的时候耳朵和这个脸接触的这个夹缝的地方 这些都是常见的湿疹出来 小朋友的时候会在脸上和脖子 那湿疹呢 它很痒 again 我们认为湿疹有跟过敏无关的这部分 他们就完全是因为皮肤特别干 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都有湿疹 OK 那另外一部分呢 其实是跟过敏有关的 而且在孩子当中比较常见 在过去我们认为跟过敏有关的这部分 主要是跟食物过敏有关 就像血麻疹一样 但是我真的是现在发现 十几年前呢 这个医学研究发现说 尘满的过敏 跟湿疹发生有关 所以这个人 这个小朋友或者这个病人 对尘满非常过敏 他如果住在有地毯的地方 他的床 床 床 床单 床单 枕筋 不光是床单和枕筋 这个枕头里面 床垫 太老旧的话 里面住满了尘满 哎呀 这个人就会不停的发湿疹 所以这个我们是知道的 现在我发现越来越多的孩子 在春天的时候发湿疹 那这个跟花粉又有关系了 对 所以就像我讲的 我原来跟食麻疹一样 就是说以前我试疹的病人 除了加一个尘满测试之外 我基本上都是做食物的测试 从来想不到测试花粉 真的在过去的这三四年当中 越来越多 尤其是孩子 花粉过敏的时候 同时身上会出现一片一片的 这种红红的枕斑 所以这个就是出现湿疹 所以在这些病人当中 如果有合适的时候呢 就是他的病史合适的话 我也会测这个花粉过敏这部分了 花粉过敏的这一部分 对 我们原来有过敏 最初步的检查就是血液 对 血液检查比较简单一行 那那个小儿科医生啊 家庭医生都可以order 对 然后他的准确度呢 稍微差一点 对 就是比较快 但准确度稍微差一点 还有哦 有一些人就是像您 这么comprehensive的测试 都是觉得他没有过敏 但是他就有这些症状 也有这种病人吧 也有 我们比较少 因为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做测试的方法 真的非常的多 一般我经常觉得 我自己像一个侦探 我就有这个表证以后 我就开始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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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去分析这些 drill 对 去分析 去寻找证据 去分析证据 可以说百分之 至少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吧 我可以找出他的原因 真好 像我最后诊断出来 这是因为对我家的两只心爱的猫咪 但是这么爱他 绝对不会放弃他 是 多可爱的猫咪 当然 太可爱了 我们的时间过得好快 今天访问的医师 他是徐安林医学博士 他一共有三家诊所 那看您自己到哪一家诊所 或者是每个礼拜的哪一天 到哪里对您比较方便 有在 Ocano Hospital附近的一家诊所 还有在Los Gatos的这个诊所 另外就是在Mountain View的 走South Drive进去 在湾道Hospital Drive 是 那可以打一个电话都知道是什么时候 在什么地点 可以按照您的方便来预约了 电话号码是408-286-1707 408-286-1707 好快啊 时间就过了 太好了 我们下次要讲另外一个话题 下次讲 15过您怎么样 好啊 好 OK 谢谢徐医师 听众朋友 最感谢的就是您的收听 我是周乐 祝您晚安 明晚7点再见 拜拜 谢谢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